我们呢在1626集的时候呢 介绍这一款NA的那个Michael的时候呢 我提到说他这个坦克的话呢 没有办法在轨道上滑行啊 这是一个不正确的说法 那有网友给我提到说 他的坦克的内部啊 有这个细针 这两根短的这个桩的话呢 其实我当时有看到 但是我真的没有去意识到说 原来他是要卡在轨道上面的凹槽里头的 如果这么做的话呢 他就能够达成一个在轨道上行走的一个形态 那我们就把他呢给卡进这个凹槽里头 那记得啊前后两个凹槽的话呢 都前后两个呢 针都要把他给卡进去 这样一来的话呢 他才不会有甩尾的状况 如果你只卡前不卡后的话呢 他可能啊这样过弯的时候呢 他的这个尾巴就跑出去了 那正常状态下 他是能够完全走完一圈 甚至可以无限的回圈的 唯独有时候在这个爬坡的时候呢 可能就是呃 因为一些小原因有时候爬不上去 或者是会卡在这个地方啊 这是比较常发生的 那你稍微去推一下的话 他就能够继续往前进了啊 可能这一带的一些啊 过渡的话呢 没有调的很好 因为另外一边是完全可以爬得过去的 那这个的话算是一个比较呃 严重的一个miss 我就把它呢 特别给各位做一个分享啊 那真的 如果说这个部分再补充上去的话 那NA的这一款这个 这个麦克风的话呢 就就更加优秀了啊 强烈的推荐各位啊 这期把这个补齐之后 我就对这个玩具更加喜欢了 对这个玩具更加优秀